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升级我们Docker里运行的Home Assistant 其实呢,升级命令也是很简单的,升级的步骤也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我会考虑到升级呢? 因为呢,最新版本的Home Assistant官方集成了一个很有用的数据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全球这个疫情的数据 这个插件呢,已经被Home Assistant官方已经收纳到这个集成里面了 我们可以从配置集成里面直接添加这个corona virus的这个我们这个病毒的插件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击Country选择你想查看的哪一个国家 第一个呢,我们这个Worldwide呢,我选的就是全球 然后我们集成进来之后呢,它会给你四个传感器 这四个传感器呢,就是我们刚才在首页看到的 就是像现在这样 然后每个传感器我们点开之后呢,就大家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确诊病例的上升 还有当前发现的病例的曲线 还有一个就是死亡病例啊 还有就是我们得病之后出院恢复的人 全球一共有这么多人 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美国的大学叫霍普金斯大学提供的一个接口数据 这个这个接口里面呢,没有中国 因为不知道某种原因吧 反正除了中国,其他国家都能在这里面找到 所以中国的用户呢,就可以可以设置成全球的案例 看一下它的趋势 每天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病例的走势 好,那我们 我们如果是旧版本的 大家看,我在Docker里面跑了两个容器 一个是旧版本的 我们从哪看版本呢 我们点击这个配置 不好意思,我们点击这个开发者工具 然后我们选择到信息这个选项卡 大家看我们这个版本就在这了 0.105.4 我们在配置里面呢,选集成 点加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找不到这个Coronavirus这个插件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升级到最新 才可以把它 把他这个最新的插件加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 那我们看一下我这个已经升级完的这个版本 我们点开发者工具 然后选择这个信息 大家看,我们要升级到106.3以上才会有刚才我们这个冠状病毒数据的这个插件 好,那我现在呢就教大家如何升级你Docker容器里边的Home Assistant到最新的版本 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这两个Home Assistant呢 就是我跑在我之前发布的那个树莓派64位固件里边 全Docker版本的镜像里面 我们看一下哈 我这个镜像提供的这个Docker容器的界面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输入用户名密码进去看一下 我们看有14个容器 如果你是刚装好我的固件 光刚装好我64位树莓派的固件之后呢 它里面应该有13个容器默认 为什么我有14个呢 因为大家看我有两个两个容器不同版本的就是为了给大家做这期如何在Docker里升级Home Assistant这期教程 所以我的容器数量是14个 然后有一个是Home Assistant一 有一个是Home Assistant 我这个Docker镜像呢 可以复制出很多份来 然后给大家做演示做完我就删掉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Docker的优势 但是呢有时候呢 Docker升级呢 大家就是有时候不懂 大家的比较懵 对于这块 所以呢 我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如何升级 同时呢 我也在博客上面呢 写了一篇文字版的教程 关于这个升级Docker里运行的Home Assistant 其实呢升级命令就是两条 但是这两条怎么执行呢 我们要回到 我们要回到Docker里边去看 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是通过Potner这个Docker网页管理界面升级 我们一般用这个Docker的用户呢 都会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Docker的界面 不管你是NAS系统啊 或者是软路由等等 只要你有Docker的预安装的话 他一般都会装这个界面给你 还有一种呢是你没有界面 完全是靠Excel手锹命令 然后需要先进入到容器 执行命令 好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种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要进到这个Potner里 Potner里边 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大家看到D版本呢 是我们这个Home Assistant1 包版本呢是我们这个Home Assistant 我们点右边这个Console的按钮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 大家看他就给我们一个Console界面 跟我们平时用SSH工具登录到 我们的树莓派或者是斐讯N1一样 然后呢我们把刚才的命令 一行一行的粘贴过去 然后按回车 他说Cudo没找到没关系啊 我们没有没有Cudo 他说Cudo没找到我们就我们就不加Cudo 因为Cudo是一个提高权限的命令 如果他没找到的话 证明你是有权限来操作的 所以我们不用加Cudo了 直接用Pipe3 install upgrade pipe 然后大家看他先升级一个pipe 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升级好的pipe 去升级Home Assistant 然后我们先回到博客 把我们第二条命令复制下来 同时呢也是不要这个Cudo 如果你用我的固件的话 Docker容器里的Home Assistant是不要Cudo的 因为Docker的版本容器的版本 还有这个版本的作者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Cudo加与不加呢 大家自己试着看 如果加了可以运行就加着用 如果不加可以运行 那就不加用 我们回来大家看 他正在卸载旧版本的pipe 19.3.1 然后成功安装了pipe20.0.2 然后我们复制刚才升级Home Assistant 那句回车 这个升级呢也会花一些时间 我会把这个升级的过程快进过去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呢 我们看它已经提示成功安装了 Home Assist的0.106.5版本 但是呢 我们其实并没有装完 我们需要把这个容器重启一下 让我们的Home Assist启动 再继续安装一些其他的依赖包 这个时间呢 可能要比这个升级的时间还要长一些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如果它们界面没跟你起来的话呢 你还是要稍等一下 可能你可以去吃个饭 或者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回来可能自自得就好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Home Assist这个容器 选择重启这个容器 右上角有一个绿色的成功 证明这个容器呢 就重启成功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容器这边呢 我们看这边有一个小的跟一个小的A4纸的样子差不多 这是日志 我们点击这个日志 我们用还是刚才这个刚刚升级的Home Assist一 然后点这个日志 我们看Home Assist正在启动 启动日志都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界面 界面还没有回来 它左下角还是连接中断 它这个启动呢 它会安装一些东西 升级一些Python的东西 然后呢 你看比如说这边吧 你看这一句 它就是正在安装Home Assist的界面 所以呢 它界面还没有安装 它怎么会给你界面呢 我们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等待的时候呢 我来介绍我们第二种方法 在容器的里 我们用那个Xshell或者是SSH工具的时候 没有 我们并没有这个Potent的这种网页版管理界面 我们需要用到SSH登录的时候 如何去升级你的Home Assist 其实我们如果大家用我提供的树莓派64位的固件的话 这些工具都是我装好了的 大家可以任意的使用很方便的工具 那么我还集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网页的管理工具 我们用itcommander 访问9090端口 大家注意啊 前面是https https冒号 itcommander.local冒号9090 然后我们用户名密码的 用户名是派 密码是recipeberry 树莓派的默认用户名密码 我们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系统的信息 我们直接跳过 点击左下角 再有一个终端 我们点击这个终端之后 大家看就是一个ssh界面了 这样的话 有了这个工具呢 我们就完全不需要那些xshell啊 或者是party啊 那些ss工具了 这个工具呢 我们这个网页工具呢 同时也是集成在我的树莓派64位的镜像里边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去我的youtube频道社区 里边去查找一下树莓派64位的镜像的下载的 地址我们可以刷新来使用一下 那我们看回到博客 我们先用第一个第一 第一段代码哈 用dockeresec这个段命令 粘贴进来 然后我们把容器名称改成 刚才我们大家看到是home assistant 1 它的名称是 是这个名称 大小写注意 叫区分大小写的 home assistant 1 回车 这个时候大家看前面前面的一个标识符就变了 变成这个80-5.0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哈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了docker里了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刚才正在升级的那台 那台容器里 然后我们看他正在安装一个home assistant frontend 跟我们在这边看到的他在安装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边这个界面下面敲的命令全都是在这个容器下在操作 所以呢 我们看到刚才这两条命令呢都是可以直接复制进去运行的 同样还是去掉shudo 这两条命令在现在运行呢 他不会再再有什么反馈给你了 因为他已经升级完了 我只是在这给大家演示一下 还有一种方法是这样升级 然后我们就根据就跟着前面的那种操作方法 把两条命令都粘贴进来 就可以完成你的home assistant的升级了 在docker容器里也是升级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呢 所以我这里呢就不给大家继续再演示我们这种方法升级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里面有介绍 然后还有我的镜像 我的镜像呢 是这回是放到了OneDrive OneDrive呢 对这个大陆的用户 还有国外的用户都是比较友好的 如果大家喜欢呢 就从我共享出来的网址去下载我的树莓派的64位镜像 它提供了两个有用的工具 一个是我们这个docker的管理工具 同时呢 docker里装了很多我们智能家居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也都是配置的 也都配置完了的 大家可以直接上手使用的 包括音乐的播放 包括音乐连接蓝牙耳机 都是基本上都可以完成 自动完成了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工具 我们这个系统管理工具一样 也是集成在这个镜像里了 好 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